中文字幕——YK 我觉得活得俗一点其实也不错 人加骨为俗 但凡吃五骨杂粮的可不就是俗人一个吗 不必事事都追求高大上 简单真实地面对生活就好了 贪财怕死都是人之常情 凡俗平庸也是人生常态 不必端着藏着 不必粉饰形象 心安又自在 做个俗人 坦荡爱钱 网上看过一个小视频 一位穷人家的小伙子 去有钱人家应聘一份司机的工作 面对门卫的冷言冷语 他没有气内退缩 在见到主人之后 小伙子谦卑地恭维起来 蛇灿莲花 被旁人讥讽 留续拍马 出身低下 他万般忍耐 继续口若玄和地推向自己 最后终于得到主人的认同 求之成功 有网友留言说 我永远不会为了工作 为了挣钱 如此卑微 另一个网友回复他 曾经我也这样觉得 只当有一次 我爸疾病入院 凑不出住院费 我才知道 我错了 成年人的世界 每天睁开眼睛 都要面对生活的压力 由不得半分任性和矫情 在金钱面前清高 是因为还有后路可退 还没有被生活逼入绝境 新闻里 一位出租司机 重病住院 身体极度虚弱 却坚持不吸养 只为了一个小时 少花四块钱 为出入社会的女儿 省钱 武汉一位 收入微薄的单亲妈妈 因为孩子弄丢了五块钱 伤心大哭 那是一天的菜钱 很扎心 可这就是现实 谈钱很俗 偏偏这岁饮脊梁 会把人困顿在 不喜欢的状态里 变成自己也不喜欢的样子 就像毛母 在《人性的枷锁》中 所写到的 金钱好比第六感官 少了它 就别想让其余的五种感官 充分发挥作用 没有足够的收入 生活的希望 就被截去了一半 你得处心积虑 资助比较 变得渺小 卑微和贪婪 钱是一个人的胆 是一个家的底气 它能够解决 生活90%的烦恼 可以预凭生活的褶皱 遮挡生活的风雨 让你过得从容体面 做一个俗人 坦坦荡荡爱钱 活得努力而真实 没什么不好 做个俗人 该怂且怂 综艺节目 《婆婆和妈妈》里 被问到 会不会去做滑翔伞的时候 秦浩坚定地拒绝 她说 我不玩 我把命交给一滑翔伞 我脑子被驴给踢了呀 秦妈妈半开玩笑地 嫌弃儿子怂 秦浩一脸认真的说 我当然得惜命了 我要是出事了 你立刻怎么办呀 要是换座以前 也会觉得秦浩 男子汉大丈夫 太没胆气了 为人父母之后才明白 有时候认怂了 是因为知道 责任大了 自己的命 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 它关乎一家人的 安稳和幸福 堂哥曾经是一名 资深的极限运动玩家 赛车 蹦极 跳伞 无所不能 英字洒爽 自从当了爸爸之后 风格大变 不开快车 不做危险运动 深夜聚会 再也不见她的踪影 但凡有点不舒服 就去医院检查 就怕小病拖成大病 朋友们见到她 棉衣棉裤 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模样 笑她太怂 俗不可耐 堂哥不以为意 贪言 有了孩子之后 自己真的特别怕死 就想好好地保养自己 要是出了意外 家里人怎么办 无依无靠的 得多吃多少苦呀 以前的她 一身勇 活得随心所欲 现在的她 一身怂 过得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 是变了 变成俗气的样子 变得不够勇敢 但其实呢 只是骨子里 多了一份谨慎 心里 多了沉甸甸的责任 和深深的在乎 较一枚曾经在 《琥珀》中写道 因为你 我害怕死去 平生第一次 我对死亡产生了恐惧 我竟然产生了 想要永远活着的 愚蠢念头 不是因为贪恋 而是因为挂念 人到中年 该怂且怂 胆想 是因为爱深 将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才能够许所爱之人 现实安稳 懂得心命 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做个俗人 轻松自由 职场真人秀 令人心动的 Alfred第二集中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学霸 王霄 因为言行实在过于反而在 被朝上了热搜 在节目当中 他用的水杯 穿的T恤 都有大大的斯坦福logo 连手机壳 公牌链 也换成了斯坦福周边 让人时时刻刻无法忽视 他出身名门 明明早已经通过国内法考 却说对国内法律不熟 还随意打断别人讲话 和同事交流的时候 喜欢中英文夹杂 种种表现 让观众直呼 王霄优越感太强了 让人不适 人与人 除了学识人品 有高低好坏之分 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 太在乎身份感 想一次高人一等 往往会弄巧成拙 让人低看 内心通透的人 从不白谱 为人处事特别平和 这是他们的修为 也是他们的魅力 想起 季献林先生的小趋势 季老 有写日记的习惯 当年就读清华的时候 时常记录一些日常情绪 1932年9月11日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 1932年9月23日 早晨只是坐班 坐得屁股都痛了 1932年12月21日 说实话 看女人打篮球 是在看大腿 富州女同学 大腿特别黑 只看半场而返 1933年4月29日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 特别去看了一遍 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1934年3月13日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混蛋教授 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 不是你考就是我考 考什么东西啊 后来出版社准备出版 《清华言日记》的时候 看到这些细节 觉得有损国学大师的形象 建议适当删减 季献林回复道 我考虑了一下 决定不删 一人其咎 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 今天不是圣人 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暴露如此真实的一面 并没有损坏记老的形象 反而让人觉得他胸怀坦荡 可爱可亲 千方百计 想表现不凡的人 往往看起来俗气 坦然接受平凡的人 反而不俗 阿甘正传中说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 是越来越宽容涵盖 什么都可以接受 相反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 逐渐剔除的过程 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而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生活是自己感受的 和他人的眼光无关 名利虚荣 更是云烟过眼 太过在意 只会活得辛苦 与其费心费力 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完美 不如做一个接地气的俗人 平常心做人 坦诚心做事 不争不比 不强求 享受当下的快乐 有句话说得好 无论多么不平凡的生命 最终都要归于平凡的柴米油盐 无论生命当中 有多少波澜壮阔 我们最迷恋的 始终是包裹在烟火人世里 平凡琐碎的温暖和感动 平凡才是生命的底色 接受自己的平凡 把平凡生活真正的安顿好 就已经是最大的不平凡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所思所想 变得俗气 不要妄自菲薄 可能你已经逐渐成长 靠近了生活的真相 余生只想做一个俗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手里有钱 身上没病 心中无事 平凡地度过每一天 简简单单 踏踏实实 如此甚好 更暗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迷漫 迷漫 风迷漫 四季推过重担 大雨将被欢到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没走远 拥抱的温存 梦醒一半 哦 道别伤害的耳畔 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 哦 命运生风轻明暗 哦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慌浪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